从第一层开始来转 只要把它挡住就行啦 挥挥挥挥 看到这样的程度了 大家发现还剩下 1 2 3 4 5 5个洞洞 我们再尝试继续转 转转转转 现在的拼图也太有个性了吧 这个问号是在嘲笑 我拼不出它吗 他也没我诚实贴片奇怪 跟轮子似的还能转 我的拼图大小形状都不一样 唯一一样的就是 它们都是六边形 我们先从最大号的问号开始拼 把蓝色放在这 背靠背也太合适了 绿色问号放在它的左边 把蓝色卡在凹槽里 绿色拼图可以放在右下角 还剩两块了 能塞进去吗 先把橙色的卡到缝隙里 哇 最后一块绿色 啊 位置太小进不来 啊 怎么换方向都进不来 我现在觉得这个问号 真的有点入入我的致上 觉得这个橙子拼图呢 它是取不下来的哦 一共有4片 我们需要不停地转动 把它的每个缝隙都堵上 这样才算破解成功 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薄薄的一片哦 就像车轮子一样 在每个切片 都是可以自由转动的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第一层切片 实际上是有9个洞口的 其他3个是封闭起来的 从第一层开始来转 只要把它挡住就行了 回回回回 看到这样的程度了哦 大家发现还剩下 1 2 3 4 5 5个洞洞 我们再尝试 继续转 转转转转转 还是5个洞 哇 现在只剩下4个洞了 我觉得这应该是极限了 接下来我们转第二层切片 可是第二层切片夹在中间 非常不好操作 所以我们把第一层和第二层 同时来转 转一步再把第一层复原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哦 现在只剩3个洞洞了 再试试第三层 拧过来 再把第一层和第二层 回回原来的位置 哇 天啊还多了一个洞 我们还是先把它复原吧 试试转第4层 哦 哎 现在这种程度呢 就只剩下2个洞了 我们继续试试看还能不能有更多的突破 还是2个 只不过洞口分开而已 这是3个 最大的程度就是这个样子了 那我们继续再试试转第一层切片 头不行 动越来越多 还是不行啊 那我们试试再转第二层吧 怎么回事了 别钻别乱 我眼睛都看花了 这个橙子拼图完全就是靠运气嘛 你的拼图靠运气 我的拼图可是靠智商 那你不也没解出来吗 我已经发现线索了 还是按照原来的思路 先拼最大的 只不过给它换一个方向 这样的话 上面跟侧边就完全对齐了 再用红色来插对方 这个边边角角好适合这块菱形拼图 红色拼图的边边 刚好卡住这个三角的地带 我们将这块小区域放一个最小的拼图 这样几乎节省了一半的空间 这两块肯定能塞进去 这块最大的塞不进去 给它换一个方向 先塞大块的 这边居然都对齐了 最后再把小块的放进去 放进去换一边 最后一块塞进去了 拼图被我拼好了 我就不信了 所以把你整得明明白白不可 眼睛都拼慌了 还是没拼出来 真的是命运级难度 一个小橙子就把你拦住了 让我来 你洗你上啊 拿出我的秘密武器 你又干嘛 把它拆了 然后一拼一拼的笔 不就能找得解决方法了吗 切 你这就拼图嘛 你这搞破坏 你怎么试试 怎么还剩三个呀 这也太难解了吧 哈哈哈哈 小凯 刚才不只我一个人不会剪嘛 小凯们 你们会不会剪这个橙子拼图啊